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為會被港人歧視結果卻令大陸女吃驚 韓國都怕貼告時禁止大媽入來 奇葩政策從惡意不賣訪到惡意不生仔 潛水南京見十一個神秘密封潭 網友驚哭咪打開 大家好,歡迎來到社會多面看,我是永恩 網絡上的言論未必都是事實真相 最重要的都是自己要親身體會 近日一名大陸女孩在小紅書表示 過去在瀏覽小紅書時 經常看到有人提到港人歧視內地人,態度不友好 但近日她來到香港後卻發現,事實並非如此 她遇到不少熱心人 例如到香港第一天,剛出關就找不到大巴在哪裡 很忘言地看地吐視 路過的一個哥哥仔主動幫我們指路 一開始還以為只是個人的友善行為 後來又遇到很多熱心腸的本地居民 不僅如此 上車後有一位阿姨主動跟他們搭話 簡單介紹他們前往的地方 他們在酒店附近想拖行李上天橋時 亦有路過的老爺爺指點他們 教他們可使用旁邊升降機 而當他們離開酒店時 在路邊看地圖看不明白 拖著行李箱來來去去不知所措施 一位開車路過的居民大聲叫他們 幫他們指路等等 樓主形容一開始來的時候 對這邊的人際互動是不抱期待的 但遇到那麼多好心人後令他不由得反思 雖然常常告解自己網絡上的事不要輕而相信 但都是做了偏聽偏信的人 實地去過之後狠狠改觀了 他還指出香港街景不錯 到處都有升降機 香港藝術館提供點字指示 充分體現到人民關懷 希望下次再有機會到香港遊玩一段時間 相關帖文引起民間關注 網友紛紛說香港太多善良有義氣的人了 我跌過兩次錢包都被好心人撿到 交到警署通知我去拿 裡面一分錢不少所有證件都在 而且我的袋子是名牌 拿去移手店賣都有好幾千元拿到手 上個月我也丟失過錢包和電話 兩次都是放在超市購物車忘記拿 我去了五天每個人都超級友好 還主動幫我們指路 我覺得很多時候那些事是被內地部分人放大 有些內地人比較自負和敏感 自己不遵守規矩 就喜歡往歧視的角度上綱上線 不照他自己的方式來的就說人家歧視 還有一種就是根本沒去過的 被網絡輿論帶風向無路跟風 開開心心的一般也不會上網專門說這個事情 說了也沒有流量所以你看到的都是被篩選過的 近日在韓國人村一間健身房 老闆貼出一則禁止大媽入內的告示 引發一波爭議 這個告示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禁令 它下面還列出八個具體標準 來界定怎樣的行為會被歸類為大媽 這個健身房為什麼要這麼做? 老闆向媒體解釋說 有些大媽顧客的行為令他們損失慘重 他舉例這些顧客會帶一大藍衣褲來健身房洗衣 洗一兩個小時導致水費翻倍 還有人邊洗澡邊講別人的懷話 更慘的是 老闆還提到有些大媽在浴室裡 對年輕女顧客進行性騷擾 所以他們才會設立一個無大媽區 那麼這個告示具體列出了哪些標準呢? 比如喜歡佔小便宜的人 或者總是被人罵卻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被罵的人 都會被認為是大媽 還有在公交車上佔人婦專助的人 或者兩個人去咖啡店指點一杯咖啡 然後要求給多一個杯的人 也在列表上 錢外偷偷將食物垃圾調入公共廁所或馬桶的 不捨得花自己的錢 卻不知道珍惜別人的錢的 記憶力和判斷力不足 說過的話又內內會會暗沉的 都被列為大媽標準 有律師表示雖然這種做法看上來有點極端 但並不違法 他們指出 健身房可能因為面對太多質素不高的顧客 才不得不採取這樣的措施 大陸奇葩政策年年幼 今年就出現了山東省青島街道辦 將居民賣樓納入公務員工作巧合 難道是街道辦開始變身成為售樓寶 街道辦公務員職務變成了賣樓中介 最近青島一街道辦發布了一行通知 將居民賣樓納入巧合標準 要求負責人推進居民賣樓政策 凡是查到有居民銀行有巨額存款 但又不去買樓就是國吳不高 要被請去談話 其實街道辦要做售樓部的事還不是重點 有些法律常識的網友發現這個奇葩政策的重點 只要查到居民銀行有巨額存款而不買樓的 則要被約去談話 居民銀行賬戶屬於私人信息 是誰賦予這個權利去查的? 銀行需要配合這個政策嗎? 如果銀行配合就屬於出賣或洩漏客戶信息 那也是違規違法 還有買不買樓、需不需要買樓 這也是個人的決定 如果有錢不賣而被公務員約談 是否被要脅? 這其中的每個環節都侵犯了個人私人和權利 這在一個正常國家都是違法的 事情曝光後迅速引起網友的關注和討論 該街道辦的工作人員在網上回應稱 確實有接到常級下法的 將新建商品坊網簽納入巧核的通知 工作人員如願不成任務要被扣分 連社區書記領導也可能被扣錢 該街道辦的回應立即上了熱手 回答表明這時常級下法的任務 禁居民的私隱和權利就不是他們要考慮的範圍 這個政策除了有違法的嫌疑外 練公務員也很難辦 通常公務員的職務就是安穩 國家的鐵帆碗不會丟 現在練公務員也有業績巧核 難度辛苦考上公務員就是為了做銷售? 當然大陸當權者制定的政策 違反人權和個人隱私的也很多 有網友就聯想到三孩政策 中共早年間開始的一胎化政策 就是對人民生育權的嚴重侵犯 到後來放開二胎三胎 都是對人民生育權的政策干預 如今防態壓力大、生活、教育成本也很高 大家都不生兒子導致出生率逐年下降 想要小孩的已經生過 不想生的放開十孩也沒用 網友稱真怕有一天 古黎三胎政策也會像街道辦嚴查 惡意不賣樓者一樣 查到你銀行有存款卻竟然不生兒子 那就大鑊了 別人是沒錢不敢生怕養不起 你有經濟實力生育和撫養卻不積極主動 你這是故意不配合 依照中共的奇葩政策 這一天也很可能會到來 這樣做真有神秘用途嗎? 大陸山東一名男子近日潛水時 意外在海底發現11個神秘的密封潭 潭的用途引發猜測 有網友看到驚呼 別打開被封是有原因的 據了解 這名來自山東煙台的游勝男子是一名潛水教練 平時除了執教 也會協助消防隊處理海上突發狀況 和清理海洋垃圾 不過當他在6月11日在海底發現 這11個古怪的密封潭後 令他震驚 據遊覽透露 所以才把11個密封潭 轉移到深水區安置 無破壞 至於密封潭的溶途引來網友五花八門的猜想 有網友敬呼 別打開被封都是有原因的 感覺像是海藏蓉的潭 千萬別打開 還有人開玩笑說 快點撈起說是秦朝青花池拿去埋 另有網友指出這些密封潭可能是祭祀龍神 祈禱國泰文安封條與順庸 目前中國官方尚未針對此事做出具體回應 據悉山東沿海居民需要祭海習俗 但不會把潭掉入海中 而是整修龍王廟搭氣台列船擺共祭殿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給個like和多點留言支持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我們下期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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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